在澳洲有一种楼叫做Unit Unit在澳洲自己不是Apartment 是一种看上去和House差不多的屋 但很多刚刚来到澳洲的朋友都搞不清 Unit和House到底有什么分别 今天会用实例来和大家解释 顺便在看楼的过程中 分享在澳洲买楼需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Unit的优点以及缺点 因为澳洲楼和香港是有不少的差异的 欢迎收看土豪TV 今天准备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给大家 看完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说是经典 我会在节目的后端给大家一个结果 这间屋值得买以及不值得买的理由 好,我们现在开始 这间屋原本只有一间屋 原本是一间三房的House 原来是有车房的 但后来业主向Council申请Permit 再加建两套Unit之后 车房就被拆了 在保留原有的旧屋 再另外加建两套新楼 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因为可以用最少的成本 建最多的房 当然不是每一块土地都可以这样做 我会在日后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 怎样看土地 令到大家可以判断土地的价值 因为在澳洲你买的不只是房屋 亦都包括土地 在澳洲最值钱的不只是房屋 而是土地 但我们一步步来 因为澳洲楼的学问真的不少 这块土地被一分为三 分成三个独立的业权 我做了researcher 原本的土地面积是有890平方米 这种也是澳洲常见的业权 叫做Shrada Title 而主要拥有业权 但没有土地所有的使用权 在澳洲 Time House Unit Apartment 一般都是用这种Shrada Title 第十二集有详细讲解澳洲不同的业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去看看 我估计这间旧的房屋 亦都是Shrada Title 因为需要和另外两户 共用一条车道 Mailbox 也是顺序连在一起 即是这么说 这间旧房屋 原本是拥有独立业权的房屋 在澳洲称之为Torrance 或者Free Hole Land Title 但在兴建两间房屋之后 土地的热权就变为Shrada Title 热权改变后 整个房屋的价值 因此就会大幅下跌 但今天我们看的不是这间旧房屋 而是最内部的一套房屋 这套房屋是位于三套房屋最内部 因此就算主马路有点吵 但在里面完全听不到 马路的汽车声音 这套Unit是Shrada Title 三户人家是需要共用一条车道 在澳洲 House和Unit最大的分别 就是土地的业权 House的业权是会比较值钱一点 长远的升值潜力也会比较大一点 Unit的优势就是价格比较便宜 要交管理费 因此每年是可以帮你省少少钱 但三户人家需要共同承担保险费 顺带一提及 在澳洲 不是每套Unit都不需要交管理费 因此买之前 最好问清楚 看看相关的法律文件 这些资讯都可以透过地产中介 因为根据澳洲的法律 卖方需要找律师提供相关的法律文件 包括土地的业权 业权上有没有使用权上的限制 以及需不需要交管理费等 我发现在屋后面有一棵大树 这棵树木叉起码有十米高 因此新买家要有心理准备 早上可能会被小鸟吵醒 而且需要定期爬上屋顶 清理排水管内的落叶 但这间屋只有一层高 因此完全可以自己做 屋顶选用的是一种叫做 这种瓦片是由沙和水泥混合而成 这种瓦片的缺点就是在落雨天的时候 会比传统的Clay towel 吸收水分多一倍 起码多一倍 因为含有水泥的成分 重量也特别重 而且也没有Clay towel那么耐用 房屋使用的算是比较便宜的 concrete roof towel 因此整体的寿命估计只有 传统Clay towel的三分之一左右 大约是30至40年左右 优点当然是便宜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特别的优点 这间屋已经建了超过20年 因此买家需要预留一笔钱 作为未来更换瓦片的预算 进去门口的位置是一个全透明的圆关 这个设计就比较特别 好小屋有这种设计 圆关可以将阳光隐入室内之余 有不湿privacy 这个设计是值得加分的 厨房是采用半开放式设计 优点是采光度非常充足 拍摄当日虽然是阴天 但你可以看到厨房的光线仍然是非常充足 而且整体的布局也是合理 也有足够的储物空间 而且厨房看出去是一个小花园 有不错的环境之余 同时也可以给你足够的privacy 采光好 年中是可以帮你省到不少的电费 但整个厨房基本上都是需要重新装修的 好像这种厨柜的颜色 估计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部份厨房的电器是需要更换的 已经是用不到的了 客饭厅也是采用半开放式设计 整体布局设计合理 在空间使用上摆放傢俱也比较好用 因为厨房客饭厅也是采用半开放式设计 加上采光度充足 整体的空间感非常好 整个客饭厅的通风也不错 窗户打开之后可以起到对流的作用 有另外一间屈指的厨房 吗? 低 gider 个小数 roster 195 Jos Vanessa V depths这 Carlo放途的过参与坐和客户打开得很离Is 因此这个楼底估计有接近三米高 楼底高的好处就是通风会更好 客饭厅的空间感也会更好 这几方面是值得加分的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间屋的缺点 首先这间屋只有一个厕所 在早上如果全家人都需要用厕所的话 这个肯定会是一个灾难 另外厕所是属于澳洲的旧式设计 厕所里面是没有洗手盘的 每次用完厕所都需要走出去 去到浴室那边洗手 这种旧的设计在使用上的确有点不方便 因为你用完厕所之后不可以立即洗手 你的手是必须要触摸门柄的 那你明白我说什么的 浴室也是采用旧款的设计 浴室里面是没有马桶的 浴室虽然还可以用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估计仍然可以用到大概10年左右 但老实说浴室已经有些老旧了 因此整个厕所和浴室都需要重新装修 因此新买家需要另外预留一不如算 这间屋是有一个洗衣房的 是可以直接出去后花圆晒衣的 而且洗衣房的面积也不算小 因此新买家在装修的时候 是可以将洗衣房改为第二个浴室电厕所 就是一个做法 三间房间的空间是属于正常的尺寸 因此就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是可以通往屋顶的开口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楼的时候都会忽略这部分 爬上去就可以看到房屋内的结构 以及建筑材料 如果我对这间屋很感兴趣的话 尤其是旧楼 我一般会和地产中介另外一个时间 自己拿把梯爬上去查清楚 因为你可以看到房屋用什么木材 屋顶有没有流水 屋顶的隔热材料 以及中央暖气系统等 屋顶可以给到你的资讯 就真的不少 可以说是一块照妖镜 最后就是车房 这个虽然是单车房 但进去它是给到少少惊喜 因为里面的空间是远比你想象之中大的 加上房屋的楼底比较高 因此给到你的储物空间也不算小 我对这间屋的评价 总结就是 这间屋虽然装修的地方 虽然比较多 你就当是旧屋这样看待 你必须预留一笔预算来搞装修 但好处是 这间屋的内部都是木结构 是很好被改造的 而且如果你不改变整体布局的话 比如厕所厨房的位置不改变的话 水管之类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动 我个人认为 房屋本身的设计布局已经不错 因此不建议进行太大的改动 对原本的地方进行翻修已经足够 在这个情况之下 装修费不会很贵 成本控制得好的话 5-10万澳元就已经足够 我未来会推出有关澳洲装修的影片 分享在澳洲装修要注意的事项 对比起新的time house 这种unit有以下的优势 首先就是价钱要便宜不少 大概便宜2-3成左右 土地虽然都是strada title 但这种unit占地的面积 一般会比新的time house大一点 而且位置会好一点 我指的是普遍情况 这间屋整体的设计布局是不错的 是OK的 而且是位于三间屋最里面 享有最好的private 因此如果这间屋的价格 要价是比有装修的低 10万以上的话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在价格不高的情况之下 入手自己搞个装修 整间房屋是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集就谈到这里 希望我的资讯可以帮到大家 感谢收睇TOLO TV 我们下次见 拜拜